现在正值供药采办至今 全乔郡所有的药商 都在以高价收购药材 已被挑选之用 而这些次药呢 却无人问津 价格呢 自然是一落千丈 而我们此次低价收购的次药 囤积于此 抄了底 赚了个大便宜 这就叫低买 可是 可收这些次药 也卖不上什么价钱 你 你都打在手里 不许还是赔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 每一次的供药采办 采购的量远远大于需要 更多的药材 是放在库房里边腐烂倒掉 而且是无人监管的 我辜负保存你做艳药官 就是想在收药那日 你做那硬 你在这边收药松一手 而我在京城里面入库放一下 这样 我们就能将大批货真价实的 上等供药换成次药 然后 然后我们把换起来的上等供药 在市场上售卖 别忘了 所有的好药都被当成供药收走 你说到时候 是不是我们想卖什么价 就卖什么价呀 这就叫高卖 等来年再收药的时候 我们将库房里那些次药 用好药给换了 神不知悔不觉 狠狠地赚上一笔 工厂 我胡搬一下是他爱钱财 有点小偏就占 可这些次药 次药不但没有作用 而且 而且还容易伤及人的性命啊 这些事 我不干 我不干啊 你是怕分的钱少是吧 这个可以商量 这跟钱没有关系 我胡搬仙平日是喜欢装神弄鬼 弄虚作假 但是这些都不上大雅之举 都不上去性命啊 可今日之事 却是要在 在关乎人的性命的药材上作假 恕不奉陪 胡搬仙 你装什么装 所以你怎么想 我不干 这 这 这 姑父 这 他可知道咱们的秘密了 这 这可怎么办啊